无量寿经科著 第四回学习班 第八十四集 2014年9月25日 澳洲静中学院 尊者师父上人慈悲 诸位同修慈悲 阿弥陀佛 不孝弟子 世之了 冒昧报告的题目是 凡修敬业 以绝志求生西方为本 从海贤老和尚 反省我们求往生的信愿 二 一 我们念佛是为了什么 念佛的目的是什么 曾经有一位同修 念佛四天四夜没睡觉 夜以继日的念 后来人家问他 为什么能如此精进 他说 为了他女儿的户口 能迁入广州 类似的例子很多 念佛求身体健康 求身观发财 求世间福报 好一点的 求开悟 求功夫成片 求一心不乱 我们念佛求什么 印光大师 斩钉截铁的定论 凡修敬业 以绝志求生西方为本 念佛根本道理 是要人深信发愿 求生西方 了脱生死 不可指发求世间复乐 不求生西方 能一心念佛求生西方 世间灾难亦可消灭 非念佛不能消灭灾难也 念佛以求往生为根本 很多人念佛念了一辈子 却还是懵懵懂懂 今天请印光大师来给我们 厘清这个问题 二 下面是摘自文超的法语 佛开念佛法门 为其一切众生现身即生净土 是如来不开此法 则莫法众生 无一能了生死者 须知佛法 法门无量 若欲以通生业力之凡夫 现身即得了生脱死 离此信愿念佛 求生西方一法 佛也说不出第二个法门了 外行人多多以求物 求得种种境界 而不以决定求生为事 即所谓舍本足墨也 若或有生人天之念 则西方便无愤意 以生死心俗集 以丝毫力可敌 可敌了生死心千军 唐部求生西方 但求消灾 即不失人生 犹如以无价之魔力宝珠 换取一根糖吃 其人之愚痴可怜 不失好歹为罪第一意义 念佛一法 乃佛普度一切众生之 最大法门 若有危险 念之 即可逢凶化吉 无事实念之 则可消灾征服 然必须要求生西方 方为就近大利益 若不念佛求生西方 众生道 至极尊贵之 非非享天 天福一尽 人父轮回六道 若据至诚恳切念佛 众将堕阿比利益 尚能蒙佛接引 往生西方 现在浩劫当前 大家通要认真念佛 求生西方 切不可求来生人天福报 众得福报 也指暂时 福大 则造业大 既造大业 必受大苦 若生西方 则永离众苦 但受诸乐疑 若有一念 求来生人天福报之心 即修持精纯 即修持精纯 一名 违背佛教 虽重善根 而了生托死 当在驴年 可不哀哉 佛教人 念佛求生西方 是为人 是为人献身了生死的 若求来生人天福报 即是违背佛教 如将一颗 举世无价之宝珠 换取一根糖吃 岂不可惜 愚人念佛 不求生西方 求来生人天福报 与此无益 净土法门 以真信切愿念佛 决定求生西方为宗旨 若念佛人 不愿求生西方 即为违背佛教 譬如王子 寄居他国 不信自是王子 但愿终日起时 不致饿死 便为自得意满 其知见之下列 能不令人怜悯呼 须生信 发愿求生西方 万不可求来生福报 若求来生福报 即是破戒为法 以念佛法门 乃是教人 求生西方的法门 如既念佛 不求生西方 又要求来生 使不遵佛教 此事佛教人 必定要依之法 如不肯依 顾民 破戒为法 欲生净土 须先认亲宗旨 普通修持 无不以开悟为西计 而开悟一世 亦非亦亦 若知净土宗旨 绝不预期开悟 若不注重信愿 开悟 亦难了托 若能一心念佛 不悟 亦可往生 真能念佛 不求世间福报 而自得世间福报 如常寿无病 家门清态 子孙发达 诸元如意 万事吉祥等 若求世间福报 不肯回向往生 则所得世间福报 反为下列 而心不专一 往生 便难决定已 当虚发 决定心 临终定欲 往生西方 且莫说 陆路庸人之身 不愿更受 即为 人天王生 即出家为生 亦闻千物 得大种词 大弘法化 普利众生之高生生 亦世之 若独徒罪守 决定不生一念 欲受之心 如是决定 则己之信愿行 方能感佛 佛之誓愿 方能射受 感应道交 蒙佛接引 直登九品 涌出轮回以 净土法门 注重在信愿 有不知者 或求人天福报 或求来生为生 弘扬佛法 度托众生 此种心念 要丢得干干净净 若有一丝毫 便不能往生已 往生 则超凡入圣 了生托死 不往生 重一生 二生 不迷 绝难永远不迷 迷 则犹有修持之福 而所造之业 唯可拒尔 恶业寄造 恶报自灵 求出山徒 恐悟其日 念佛一法 要紧 要紧 再有真信 窃愿 有真信 窃愿 终未到一心不乱 亦可藏佛此力 待业往生 若无信愿 终能心无妄念 亦只是 人天福报 以与佛不相应故 故当注重于 信愿求生西方也 只知念 而不生信 发愿 重得一心 亦未必得往生 国具真信 窃愿 虽未到一心不乱 亦可藏佛此力往生 终能直持名号 只因不求出离 变成人天因果 受想吃福 因福造业 人臣恶道 以上法语 都栽录至 印光大师文超 印主的开示 自制 皆莫法之精良 言言 为年终之宝剑 他老人家自己 谦称说 印光之文超 文虽作谱 所述者 皆佛祖成言 不过取其意 而随即便通说之 其印光所杜撰忽哉 印光 乃传言异语 令出击 异于小辽耳 然虽为出击 即做到极处 亦不能舍此别修 以净土一法 乃策上策下之法 印光学士贬浅 无大发挥 然能医之 只文超而行 决定有意无损 决定能 鸟生死于现身 视弥陀 视弥陀 于末后 印光大师 有一段经典的开示 我们应该牢牢地记住 佛为于众生 超凡入圣 了生托死 然众生根基不一 心愿各别 或有众生求福 求寿 求财 求子等 只要心诚求之 又求必应 此虽是世间法 然接引下根 见重善根 故意满怨 若论佛之本意 唯欲众生 一心念佛 求生西方 藏佛慈力 临终皆引往生西方 义得往生 便出三界轮回之苦 从之渐进 以致成佛 方为念佛 就近十亿 三 这次静中学院 举办戒学研习班 刚开始 部分人 有所动摇 对净土的信心 动摇了 确切地说 应该是我们原本 对净土的信心 就不坚固 不是别人 要动摇我们 而是我们 本来对 阿弥陀佛的信心 就很脆弱 所以小风吹 则小倒 大风吹 则大倒 诸位 是否记得 师父上人 最近在 净土大经 科著 第103集里面 讲到 我们在此地 学戒律 戒律 在这一句 佛号之内 没有在佛号之外 善导大师 为了坚定我们 对净土法门的信心 在观经四帖书里面说 就算十方诸佛 尽虚空 辩法界 献身放光 劝舍净土 为说殊胜妙法 亦不肯受 主实这是 废斧之言 对我们真是 恨铁不成钢 悲心怯怯 印光大师 在文朝中 多次反复强调 末法时期 想要当生了生托死 只有一个法门 净土 这是我们 唯一的一条生路 所以行彻大师才说 若不专念彼佛 至阿弥陀佛 求生彼国 至极乐世界 必至随夜流转 受苦 无量 所以偶一大师 才说出了前人 所没说过的一句话 随顺诸佛 真实教诲 绝至求生 更无疑惑 偶一大师 五十岁那年 对他的门人 诚实法师说 我往年 念念想恢复 比丘戒法 今年 念念求生净土 诚实法师不解 后来 后来才知道 大师的意思是 我只有往生极乐世界之后 阿弥陀佛 本愿 微神的力量 加持我 我才有能力 回来恢复戒律 在这个娑婆世界 看到出家人 不守戒律 真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 于是一亿稀持 主师一亿稀持的举动 值得我们深思 这段记载 在偶一大师年谱 红一大师编的 红一大师 律中大德 谭虚老法师 曾经请他到 青岛战山寺 讲戒律 红一大师 大概住了半年 临走前 给大众 最后一次开示 反复劝人念佛 示众弟子 到山门 给大师送假 大师说 有两句话 送给大家 做临别证言 他掏出一个小纸条 上面写着 乘此时机 最好念佛 这个经过 在隐城回忆录 非常感人 海贤老和尚常常说 老佛爷 阿弥陀佛 是我老和尚的根啊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根 使命根 我们用 映光大师的一句话 来诠释这句话 更为易懂 将此一句佛号 当作本命原成 誓求往生 众令以死见逼 令其改折 亦不可得 这就是根的意思 阿弥陀佛 是我们的命根 看看连池大师怎么说 今人不肯念佛 只是轻视西方 不知生西方 乃是大德大福 大智大会 大圣大贤的勾当 转说谱 成净土 不同小可因缘 辱旦看此城中 一日一夜 死却多少人 不要说生西方 即生天 千百人中 尚无一个 岂有自负修行者 只是不失人生而已 岂有自负修行者 只是不失人生而已 可不可怕 只是不失人生而已 这是实际情况 也是给我们 敲响一个警钟 我们自诩为念佛人 最终能不能够往生 印光大师曾自称 你做周范 自了生 不做弘法 历生梦 欧义大师也有两句 一曲同工 只待西方去福来 普与沉沙 击法骨 其实 自了 真的是自了吗 主师们 并不是自了汉 他们的举止 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太多的人 自己没有了 忙着去度众生 弥陀要解 一语道破 能自度 即普利一切 海贤老和尚 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这一往生 度无数的众生 四 弟子无修无形 怎么会有心得 只是把祖师的开示 搬出来 希望借学习班 这个平台 让更多的同修 透过祖师的开示 坚定念佛求往生的信愿 凡修敬业 以绝治求生西方为本 念佛 为求往生 这条路 对了 其他 都不要求 海贤老和尚不是说吗 什么感应 稀奇 不要求 什么都是自然才好 功夫成片 也不要求 功夫成片 是自然而然的 不是求来的 老人家说 念佛 念到一定时候 不管什么时候 都在念佛 这不就是功夫成片吗 功夫成片 是自自然而然的 不是造作出来的 祖师 他们都是修行的过来人 他们的开示 吐心吐胆 呕心沥血 句句 历透子辈 没有半个字废话 千言万语 无非是为了 兼顾我们求往生的信愿 极乐世界 飞去不可 我们的信愿 要兼顾到 风吹不入 雨打不失 如银墙铁壁相似 往生有望 夏连居老居士说的 遇得八风吹不动 虚从一句定刚钟 一句 就是一句 阿弥陀佛 将一句 阿弥陀佛 如靠一座 须弥山一样 无论遇到任何顺利 苦乐的境界 绝不忘失这一句佛号 方为坚持正念 海贤老和尚做到了 海贤老和尚虽然不认识字 没有文化 可是 祖师大德的以上开示 他都做到了 他求往生的信愿 无比坚固 天塌下来 都不会动摇 你问他 念佛的开示 他跟你说 没什么好开示的 他不会像 印光大师一样 跟你长篇大论 讲大道理 可是 他本身 就是一部活的 印光大师文抄 印光大师讲的道理 他都圆满落实 所以 他一句符号 念成功了 印主开示我们 一句阿弥陀佛 只要念得俗 成佛 尚有余裕 不学他法 又有和汉 海贤老和尚用他的一声 把这句话演绎得 淋漓尽致 夏连居老居士 做过一幅晚年 晚净土中 第十三代祖师 印光大师 他是汇集 秦唐两义 阿弥陀经经文 弟子以为 这幅晚年 拿来晚净土中 第十四代祖师 海贤大师 同样适合 上年 法音宣流 秦义 令得殊胜利益 安乐 唐义 夏连 慈悲 佳佑 唐义 成就如是 功德庄严 秦义 作为一个出家人 我有义务 也有责任 在结束之前 把印光大师 在文抄中 以各种方式 重复多次的那句话 再强调一遍 提醒大家 当然 印竹的原话 是文言文 弟子直接 把它归纳 翻译过来 这句话是 末法时期 想要当生了生托死 唯一只有一个法门 净土 我们的当即之物 是念佛求往生 在这句符号上 横下功夫 最后 供养大家两句诗 这两句诗 是醒安大师 表达自己的话 也正是 海贤老和尚的 真实写照 平生只有 西归院 肯为他缘 赴此心 今天就报告到这里 报告过程 恐有错误 恳请师父上人 即诸位同修 批评指正 不令赐教 望重慈悲 不失欢喜 阿弥陆 阿弥陀佛 不孝弟子 诗字了 扣城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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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